华府这场有关台湾新政府的研讨会 相当大的篇幅聚焦于两岸关系 美国戴维森学院教授任雪莉认为 蔡英文总统在就职演说中 已经做了最接近九二共事的表述 倒是北京需要考虑如何与中华民国相处共存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布瑞哲表示 蔡英文总统主政以来两岸相安无事 已有某种互动基础 只是这一基础目前还很脆弱 如果有人做什么不拒绝 不拒绝 并不創划 你能够垂直到研究 我认为大家都明白 也认为大家都明白 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 两岸关系出现冷核 虽然华府对台海情势有所关切 但是冷核毕竟比冷战或热战要好 记者张国华 华盛顿报道